實在得案張英的少人朋友應該沒坐 不過對一些學會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聽過電影《天理第一盒》 超限時叫《大霞梅花路》 還有三個動畫押品《風神棒》 這都是得案張英的作品 今年張英貴姓料 最近國家電影主療館 特別唯一基盤飛骨押凳 台北的天志第一盒 這齣電影是1964年 順應鋒得零人切磋流 導演中英改變電影 而且還用各大紀人的版本 同時中英在臺灣的影響 他的老下真碎的記號 另外導演中英 也是真人受益、超限時叫 大家沒回到 台記在東位記號的出生者 中英這句台記都不會說的導演 在台記的電影看 創下真好的成績 他叫他今年出世 在二千一三年過世 現在也加上 把導演在世的東西關閉 而且國家電影主療館 也專工辦導演中英 基盤他的回國電 知道的真的太少了 那國內又沒有研究的這個單位 想說把以前張英導演的編導的一些片子 特別拿出來寫給 放給大家看 中英除了拿過的台記 今天中的作為導演 後來他為了要在乎年人 也導致國三的單位平衡 成績 在陣後台灣不出現 競快時代 中英的電影 被救都帶給台灣的觀眾 看到萬歡的真實感 為了感染 中英對台灣被救的公憲 現在國家電影館 全港經濟出中英中英作品 將他過的電影館 只要千萬五千錯過 記者 中學報導